今天做这个简单烧排骨 简单在什么呢 是个腌料 平时我用叉烧酱 今次叉烧酱也不用 用这个 豉油糖就算了 这块骨 就叫做荷兰猪肋骨 在哪里买呢 在超级市场 50-70元左右 差不多多少钱 我忘记了 无激素添加 无抗生素添加 首先解冻了 喜欢解冻 我通常就放在水中 浸一会就解冻了 一个小时就解冻了 这么快就解冻了 用淡盐水浸一浸 用淡盐水浸一浸 出了些雪味 我又是不喜欢的 我时时都烂烂的 今次我会用气炸锅 这么大块 长奶奶 气炸锅就放不下 所以就要 切一切它 你发觉这边多肉些 这边少肉些 所以我会切这边 剩下这边 其实可以一次过 烧完 两边 这边又这样切 好了 腌得 这些东西拿一拿干水 那还想它干些呢 就用一张纸 印一印它 什么都好 你放一些调味 它容易吸进去里面 这个情况就好像 旧海绵那样 里面有水的 你进不去 里面干蒸蒸就容易一些 好了 醃得之前说了 就简单 豉油 糖 胡椒粉 放点酒 什么酒 玫瑰露酒 就玫瑰露酒 你还想加些什么 就加什么 没什么所谓 没有什么规定 我觉得 这些烧的东西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糖 你只有咸子没有糖 就不行的 有些人甚至是怕它不入味 就刺一下它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反而有一样东西就应该要做的 就是捏一下它 捏一下它 肉捏一下它 其实原理也是好像海绵那样 捏一下捏一下它 那些有味的东西就吸进去 好 醃回去 半天 两个小时也可以 没什么所谓 不过呢 如果你想着很快的 一会儿就吃 一会儿就烤 就加少少盐 好了 都醃了 都醃了半天 我会烤这边先的 有一样东西要注意的 就是 在冰箱拿些东西出来的时候 记得 摊回暖去 变回室温 如果不是呢 外面就焦了 里面就未熟的 好了 烤得 这边呢我会烤它 9分钟左右 180度 中途就 看一看它 不要让它焦 7分钟 看一看它 没有焦 继续烤它2-3分钟 好 好 搅拌10分钟了 差不多了 反一反它先 好 基本上呢 虽然 虽然 这里呢 就 没有什么颜色 但是其实 都熟了了 跟着呢 就不用说 一定要焗 焗10分钟 大火焗它5-6分钟呢 大火焗它5-6分钟呢 就应该可能可以了 好 大火5分钟呢 通常会塗蜜糖的嘛 我都有的蜜糖 不过我想试一下 塗蜜糖 水 看它会怎样 多些 接着用少少热水 用豉油糖腌 跟着塗蜜糖水 好像 差不多了 这边呢 又5分钟了 差不多了 蜜糖的结果 这些水呢 就稀一点 看看效果如何 又过了1分钟了 看看先 OK 小小焦边 看看 看上去多漂亮 吃下去应该都没问题的 因为 这些是普通调味而已 今天做这个烧排骨 平时呢 就用叉烧酱 今次是用 豉油糖 玫瑰露酒 看看好不好 不知道咬不咬得开 咬得开 好吃 什么酱 豉油 糖 玫瑰露酒 好吃 比买的 又够 軟 因为好吃 加些蜜糖 真棒 我擦了糖水的 面团 我擦了糖水 我又试试先 今餐呢 我们就吃这个 酸熊牛油包 沙律菜 加这个 烧排骨 看上去呢 有些少干柴 按下去 还有一些肉汁的 按一下 又未塗得完 可以调节时间 看看能不能开心 难怪娘说好吃 咬得开 可能雪藏肉比较軟 味道OK 可能茶蜜糖会更加好吃 现在是正常味道 香香的 试上芝麻牛油蒜蓉包 有什么这么厉害? 这个蒜蓉包上网有些人说 在便利店买 然后自己塗的蒜蓉牛油 很有薄饼店的味道 看上去有很多味道 是的 自己做真材实料 真的有蒜蓉和牛油 是的 难道这些东西也有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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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